欢迎来到小九撩剧 今天,小九带来由猫猫写的锦衣之下之一念一下 第51集,画廊 夏夏在路易西新的照顾之下 身体终于好了起来 随着月份的增长,妊娠反应也渐渐消失 除了偶尔腰酸被痛,现在已经能吃能睡,也可以去画廊上班了 画廊越来越忙碌,两人本想早点去接回念念 都没有挤出时间,看着念念在奶奶家过得很开心 被照顾得很好 夏夏只能答应,让她暂时再留在奶奶家 毕竟她现在只能顾好自己,画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如果接回念念,不一定能被照顾得这么周到 这几日路易都不在画廊,夏夏一个人忙着 忽然小蒋过来 对她说道,夏夏姐,有人找你 夏夏还以为是顾客找她 便对小蒋说道,好的,我马上出去 她穿了一件较为宽松的裙子 虽然遮住了肚子,但是运向还是十分明显 动作也迟缓了一些 小蒋看着她,总觉得战战兢兢的 她很瘦,只有肚子那一块高高隆起 看着格外吃力 每次来上班,都能看见路易小心翼翼地牵着她的手 生怕她有什么闪失 夏夏一到会客厅,就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 她在脑子里搜索了一会儿这个人的信息 才缓缓开口,是小敏吗 小敏朝她打了声招呼 我不知道你的号码,问别人 也没有人告诉我 身边大多人都知道小敏暗恋路易的事情 大家生怕搞砸了事情 谁还敢把号码给小敏呢 夏夏正准备替她泡一杯茶 小敏眼尖地盯着她的肚子 你怀孕了 对,快五个月了 夏夏本能地摸了摸肚子 你喝什么 茶叶还是果汁 不用了,你坐着吧 小敏哪里敢让一个孕妇为她端茶送水 便自己拿起杯子 倒了一杯热水 我喝点白开水就好 茶叶和咖啡喝了会失眠 她早就戒了 好,桌上有水果 不知道你喜欢吃吗 夏夏很是尴尬 她不知道该和眼前这个女人说什么 但是什么都不说 又显得气氛怪异 只能挑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 我喝水就好 小敏淡淡说道 气氛正要冷淡下去的时候 她从包里拿出一张卡 放在桌上 这里面有五十万 是这三个月以来 一念一下画廊的分红 路易不是已经退出了吗 这笔钱已经和我们没有关系了 夏夏替路易说道 一念一下的牌子 她没有拆走 小敏低着头 看不出什么情绪 我以为她会拆走的 她这些年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开一家画廊 那是她的心血 她嘴上说着拆走 但是心里知道 真的要拆走了 势必会影响生意的 夏夏猜到路易的心思 她一定是不想自己的心血 就着付诸流水 所以啊 一念一下现在生意还这么好 我和蓝青璇商量过了 这钱还是会按比例给她的 我们也不想欠她 小敏说着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夏夏沉默 有的话她也不好替路易说 那不如你们自己聊 小敏摇摇头 你现在怀孕了 她肯定不会单独见我 这钱我索性直接给你好了 她喝了一口水 我也不想再见到她了 她是真的没有勇气 再去见自己 曾经爱过的男人了 因为不想再去回忆起 自己做过的那些傻事 可是 收下吧 小敏拿起包包 你好好照顾自己 我先走了 夏夏坐在办公室里 等路易回来 夏夏 饿了吗 路易提着一袋水果进来 我买了点橙子 夏夏见她忙完回来 立马开口 路易 今天小敏来过 路易差异道 她来找你了 她立马掏出手机 我打电话问问 她来到底想干嘛 夏夏握住她的手 她没干嘛 只是过来 给了我一张五十万的卡 她说 这是画廊这几个月的利润 你没有拿走一面一下的牌子 这钱 她们还是会分给你 没必要 我不拆走 是因为大家都付出的心血 但是我已经退股了 路易正准备给蓝青玄打电话 夏夏阻止她 她们已经商量好了给你 就是真心实意 想要给你的 你打过去问什么 该用怎么样的语气问呢 路易沉默 夏夏又继续说道 既然大家现在能维持这样的局面 也挺好的 不是吗 夏夏看得出来 路易还是很在乎这一份情谊的 小米有对你说其他的吗 路易问道 没有 她没有说什么 送完卡 我们没聊几句 她就走了 路易拉住夏夏的手 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 夏夏无奈道 我真的很好 你在想什么呢 路易淡淡一笑 既然你收下了 我也就不说什么了 有机会我会和蓝青玄好好聊聊的 夏夏轻轻嗯了嗯 回握住路易的手 我们回家吧 你今天累不累 不累 我这一天都坐在办公室里 你不知道 我想做点其他的事 都被小蒋拦着 你就乖乖做好自己的工作 其他事交给别人就好 其实我现在挺好的 没你们想象的那么脆弱 路易只是笑笑 不再继续这个话题 我们这个周末有空 要不要回绿洲去看念念 一提到儿子 夏夏眼睛亮了亮 当然要了 你不知道 念念每晚和我视频 都说好想我们 可是我妈妈说 她很听话 每天都陪爷爷一起下棋 夏夏实在想不到 念念小小年纪 竟然被爷爷交起来下棋 为了念念 他们已经决定不去国外了 就留在国内 可是你爸爸的身体 他现在病情控制的还可以 虽然提前退休了 不过心态比以前好了很多 大概是很多事都看淡了 路易想 这大概就是老人有了孙子之后 最大的变化 之前最让夏夏忐忑的是 他的父母试图 把念念一起带到国外 如今听路易这么说 他的心也放下了 只要不把他的念念带到国外去 他也便不会计较那么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加油